其實是你跟江國斌也是兄弟 你說是很講師你也不弱 可是你一直覺得 你可能不曉得他的講師有這麼壞 因為他放的是個雙面人 那就是所謂的信任 就是你覺得信任這種事情在 就剛剛提到可能很多人在你旁邊 你都不知道 你是一個很相信的人 我很相信人 我很相信人 因為我覺得誠懇態度很重要 所以在戲裡面 哥哥就等於說除了父親之外 他就是我 因為父親後來因為在戲裡面就不早走了 所以我就會以哥哥為自己的天 什麼事情都是一定要以他為主 然後就是我信任一種 然後到後面你會覺得 可能會被背叛的時候 可能會被背叛的時候 那種心境是反差非常大的 這對戲應該蠻爽的 很爽 所以我回來拍了一個第一天 我覺得 就有個小劇通 就是我 我故意逗他玩 但是我的心裡面就是 其實是要 逼他看看會不會有什麼任何反應 我用手 裝槍的樣子 逼他在額頭上面 然後 故意問他說 你有關過嗎 然後他自己嚇一跳 劇裡面的哥哥嚇一大跳 其實我是逗他玩 其實我是問他說 你有沒有告訴我女兒 偷偷告訴我女兒 我回來 其實他 我就要試探他 會不會有任何反應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從小到大 對哥哥的信任 是超過了任何一件 一種人 所以千萬 在鬼王角色裡面 千萬千萬不要去騙他 因為他其實我覺得 就是真誠地對待所有的人 然後那 如果 如果有 反背的話 就是有歡不疑的話 他可能會做出 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會不會是因為 一直在修佛 所以對人的看待 更應該去相信 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 有影響 我覺得學佛就是放下 很簡單就是放下 其實然後就是真誠 真誠很重要 真誠 然後放下 我覺得這四個是很重要 真誠是對待人家 相信人家 那放下就是 其實別人的反駁 對我來講 這是我自己的生活 跟戲劇的角色不一樣 放下很重要 因為你在這個社會當中 你會遭到 各式各樣的人 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嘴巴 不一樣的說法 不一樣的想法 對你的時候 你要一切能夠放下 絕對不要去跟人家計較 所以於人無爭 於事無求 你就會過得很自在 快樂 很好 我就是要逼你講這個話 表現得很好 你這樣子讓大家都能夠 在他耳根裡面 種下了金剛種子 這很重要的 其實你在社會生活中 有遇到什麼 被判的事 然後放下的事 嗯 倒還好耶 因為他說他碰得很多 對啊 因為你自己 學佛這麼多年以後 其實你的慈長是會改變 真的很改變 所以你相處的人 就會跟你很接近 你就會很快樂 任何慈長 就是物與類聚 物與類聚 物與類聚 人與群聚 但是那種慈長相同的 你都會接近 但是如果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什麼樣的人都有 什麼樣的人怎麼都有 但是他說出來的幻議 當你有沒有學佛 或不學佛以後 你會學習放下的程度 或不一樣 所以你心情的快樂 跟感受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我來講 我沒有任何人會是 私底下的我 不是鬼王 私底下的我是沒有任何仇人的 在我身邊都是看都是好人 所以你的心情是不一樣 你過了生活就不一樣 對 我想問一下 你有看到 范文林 就是 因為你們以前是 對 都很好 對 對 都很好 你有跟他關心嗎 或者是 很久沒了 但是我看這個消息 我覺得 他算 堅強 我覺得至少 他從你的個性是比較 他很堅強 他其實很堅強 他的個性是很 鼻子很硬的 那碰到這個事情 我覺得一定會有嚇一跳 但是我覺得 走過來 我替他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剛看到他嚇一跳 這麼健康的人 我們以前這樣 然後他自己常運動 一天到晚 馬拉松 我看到就覺得 所以 平常生活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一樣我覺得 對 對 他們記著剛才查 你跟潘伯熙 38對38 兩次一樣 對啊 對啊 欸 對 他74不是嗎 我75 他年紀比較小 他年紀比較小 小幾個月啊 還少嗎 還好還好 我覺得 現接這種同歲 但是過幾個月 對 對 這個意思嗎 差不多 就還要演他媽 對啊 你有媽當媽嗎 沒有啦 其實我真的習慣了耶 是真的 從每一人生那個 就習慣了 是已經習慣當媽的 這個角色這樣 對 就是也習慣比我大的人 叫我媽 其實我很OK 因為那時候光 那個Junior 那個阿朱 他一叫我阿姨 一開始我想說 你閉嘴 然後到後來想 好 可以怎麼樣 就是很習慣 你不是有說 只有家裡攝影棚 才能叫你 出了攝影棚 就不准叫媽 這樣子 還沒開拍的時候 對 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還現在已經習慣了 對 其實我適應蠻快的耶 就是一天 如果他一直叫我媽媽媽媽媽媽媽 我很快就會習慣 對 就看他臉皮有多厚 那你看起來那時候 就是前 剛進組的時候 看起來有時候 是刻意瘦 還是說 壓力太大 因為是不同的環境 我覺得都有耶 我覺得都有耶 我有刻意瘦 然後也有 壓力是一定有的 因為我覺得 這個角色 我在我的腦海裡面 他也是一個 很 阿諾多斯的那種 體態跟模樣 然後當然我 準備的衣服也都很緊 必須要把它塞 把自己塞進去 對 需要肉嗎 肉是還好一些些 性感 對 我覺得這個居多 然後跟 就是我有買一些XS的 故意就對了 對 故意要讓自己 可以塞進你的尺寸 對 現在都塞得進去 有一些 幾粒自己 對 我現在連 私下的衣服 我都不會讓自己 穿超緊的耶 就是不會讓自己 有鬆懈的那一刻 那你要跟那個 少奇哥演 談戀愛 對啊 幾歲的 處理 有設定嗎 那天我 我們是 我設定我18歲 然後 少奇哥就 差不多24歲 請讓慢感嗎 很有耶 有 我們那天一整天出去 談戀愛 然後談完之後 完之後就分手了 晚上敬佛分手了 每每都是外景 對不對 但是就是一系列想說 哇 這也太迅速了吧 很素實耶 就是專手也在童年拍完 他在童年 童年 前面一大早 先還騎一加拉車 然後摔倒他 把我這整個這樣扛起來 然後我來親他 就是各種很甜蜜的 的事情 有苦摸他的肌肉線條嗎 嗯 是多少不小心會摸到 畢竟我要喊抱他嘛 你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嗎 第一次 國畢哥也是嗎 也是 都是 你跟國畢哥有對到嗎 有啊有 第一場 不是包養的 對不對 不是啦 不是啦 他說他支持你的事業啊 給你開店 那不是包養是什麼 不算包養啊 你說不是 我們是互助的關係 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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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不是包養 對啊 我兒子是他乾兒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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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場我們訪問的其他藝人都說 第一次合作國畢哥的時候都會抖 你也有這種感覺嗎 啊 因為他演反派演套 讓大家看了都 哦 是真的啊 對 國畢哥氣場是真的很強 你也有抖嗎 跟他合作 我的抖應該是因為第一場戲 然後第一次進三鳥 自己很緊張的抖 不是因為他 沒有沒有因為那個環境下已經沒有辦法想太多了 就只是想著 節奏很快 我們現在要怎麼辦 然後我現在要怎麼樣把剛剛所有 所有節奏到我等一下要做的指令全部一次完成 那跟丁哥是之前有沒有做過 也沒有耶 我們也是第一次 就剛剛開始 第一次 剛剛開始 剛開始就已經很親密了 拍照 大家會覺得我們兩個會走在一塊 一定會的 一定會走在一塊 因為國畢哥跟他開個酒店 那我是回來跟國畢哥有很大的交集 將來應該會常常會到會館去聊聊天 或是談事情吧 喝喝茶 對喝喝茶 也許有很多的意外的觸碰啊 或是角色這樣 應該會有關係 對 一定會有關係的 現在在許願 大家期待 跟編劇許願就對了 願望嘛 對 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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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哪兩次有關 為什麼 會違記健康嗎 還好 我生活太簡單 太簡單 太單純了 我又不抽菸 不喝酒 然後我沒有什麼交際應酬 就是出 平常有時候 有空 我就跟洪恩啊 他們那些去騎腳踏車單車 我們都生活很簡單 很健康 所以 我覺得人 會遭遇到什麼事情 其實很難去預料 那就平常自己 生活上面要自己注重一下 所以飲食也是很健康 吃素 吃素 吃了二三十年了 大家都会怕影响到体力 其实我还好 我觉得已经完全习惯 人的体质整个改变以后 你觉得很能够适应整个环境 像我们这个工作 每天一样 我昨天回来 从早到晚都没有休息 我从四五点起床 到了晚上十二点半 一点多我才回到家 我没有休息 中间就哇 每一场晚上 啪啪啪啪啪啪 昨天第一次dm拍 对我今天 昨天就回归回来 哇一大早就很刺激 从早上到了 早上几点啊 我四点半就起床 到我到家 快一点多 洗完早上早上两点 好精彩 所以今天来 眼睛有点累累的 所以已经做好那个准备 接下来又要过这样的生活 对 没错 战斗很好 我觉得因为 约翁现在戏剧一直往上提 大家都越有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因为这追剧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整个剧情节拍戏的时候 大家都大家都那种 那种 兴奋度感染度都很好 排戏的时候大家都很充 大家都很充 我们进来 我觉得我希望把这个剧 整个剧 再拉过一个档次 哇很棒 有对导 但是目前有 会被他吓到 因为他一起讲 说 不会 你是不是被他演中兵啊 出连对不对 乐云是不好意思说 乐云是说我气场也很大 我也是大拉拉的 我也是大拉拉的 不是我 因为我就是 我们很像 就是我们都很 很 很男性化 所以那时候一聊天 然后哥就会 哎哥 对对对对 就是 他其实很搞笑 就是不是 就是 白面上看到的那样 就已经会放松一大半了 对啊 也是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 哇 这一个剧组好多都是第一次 对啊 主屏在后台好好的 他们也是会请喝东西吃东西 对 就很轻松的 对对对 就会一个礼拜都两三次 嗯 但你一定会成为他演中兵啊 对不对 蛤 你就是戏里面吗 对啊 戏里面那我没办法啊 是我没有办法决定 初恋呢 说那个 对 已经快差不多了 你还记得你的初恋吗 蛤 蛤 就顺便问一下 我记得你 是不是 你记得是 少奇哥的初恋 初恋 你刚刚讲到幼儿园时期的 幼儿园也太早了吧 我也太早熟了吧 没有啦 很多小朋友都幼儿园就说 是不是 应该带 没有啊 女儿 你真的好问我初恋 对啊 就讲一下初恋 还记得啊记得啊 我也是跟像少奇哥那种 帅哥 男生 对啊 就是你那天在跟少奇哥拍那种初恋 谈恋爱的时候 有想到自己的初恋吗 完全没有 哈哈哈哈 那都是惨不忍睹的初恋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过了就过了 然后也不会有留恋 或者觉得 如果我又说我会怎么样 没有 我没有 没有联络的 有一些有联络 就是初恋有吗 初恋喔 初恋有 有联络 没有联络 几岁的时候 呃高中 嗯 嗯 现在还有联络 有啊有啊 可能就是他同学啊 同学 对啊 他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不要假 就是 就是 没有反过啊 对对对是和平分手的 所以就 就 就可以联络啊 对方还贪心 没有没有 你才结婚 对方都很假YOUKEY的 蛤 哈哈哈哈哈哈 对方又是结婚的还是 他不是全内人 没有 就问一下嘛 嗯 已经结婚了 还没还没 对对对对 那他喜欢年纪比较轻的 没有就是以我后来知道的 都是 交往的 厉害的几乎都后来都 是越来越小 都是幼稚的 没有没有机会的 我们本来就没有机会啊 嗯 对 我们这个就是 还没有好多佑 那你跟邵琪哥 第一次就是 对到戏 可是因为你是第一次合作嘛 所以对他之前的第一印象 看到有落差吗 第一眼那时候就觉得蛮神秘的 然后好像 就是有一点距离感 然后可是因为 邵琪哥的人很客气很nice 所以他一看到我都会那种微笑 那开很大型说 你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嗯 然后他就超照顾我的 然后很温暖的 然后哥还就是他有看到我 因为我有一些不会就会去问你 邵琪哥 然后我记得 有一次隔天要有讲一个什么新鲜 七 我忘记了等一下 台语就对了 反正就是一句台语 然后哥还特别去帮我找翻译 然后传给我 他说我也看了一下你的本 然后我想说这一句你应该也不会 然后他就传给我这样 我就忘了人也太好了吧 你太贴心了 就是他觉得那一句你一定不会是他主动 对对对对 跟你讲的 对他主动教我那个音怎么说 然后就这样 好 大家都很好 放心你打翻译 邵琪哥初恋还记得吗 邵琪哥 邵琪哥是不是很怕我们为你这一天 是 所以我刚才已经想要离开了 但是初恋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初恋是国小 我那时候打棒球 我打棒球的时候是狠角色 我打得很好 同伴有一个同学 那时候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那个初恋是蛮好玩的 就是每天会 你那种看来看去然后打球 他们有时候下了课会去看他们打球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特别认真 我那时候是当队长 各小当队长又当服务小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很好玩 那种小时候的那种纯纯的那种感觉 那个觉得很好玩 小时候就有那种感觉了 我觉得看到喜欢的女生在场面看 球打得特别好 他也会跟着同学去回来看 就是几个同学来看 那时候我真的打得很好 他关注度还蛮高的 所以好玩啦 我都现在 我都知道他现在在 他是住在台南 台南的人 天啊 你还知道他在台南 是啊 你还知道他在台南 真的是分开的嘛 他说我住台南 然后有机会来 我说好 他说很悸动 但是你要离开 你就觉得可能 可能这辈子不会再见面 所以那真的是 我小时候离开 所以你要离开球队 对 那时候不打球 父母那时候觉得 打球没什么前途 但是我打得很好 里面的教练跟老师 不愿意放我走 所以就增长 后来还是离开了嘛 我就记得 在台南有一个初恋的小女孩 小学生的时候 是他搬去台南 不是他住台南 他后来继续在那边读书 我就离开了嘛 所以你小时候是住台南 没有 板桥 那为什么他会住台南 因为是荣 不知道什么荣民子 会送到那边去荣公处 荣公处呢 会送到那边去读书啊 什么类的 就是从国小就一起在读 对 但是他是台南人 对 这真的是圈圈的 对好可爱 我觉得那是小时候的 你回想起来就觉得 好好笑好可爱 跟我想的都不太一样 不是有在一起才算初恋吗 是吗是这样的 没有啦 长辈的初恋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 你忽然忙 哈哈哈哈哈哈 纯纯的爱 哈哈哈哈 ok ok吧哈 差不多是 那就是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就有个对象在对面 对对对对对 会偷看 会偷看 好玩 ok 结束了 哈哈哈哈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哦 工作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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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谢谢